范蒂冈电台训 圣座新任国务卿帕罗林总主教 12月13日上午 在范蒂冈会晤了 助圣座外交使节团 帕罗林总主教强调 我们应该证明和平不是空想 而是可能达成的事 帕罗林总主教表示 正当世界上的许多地区 受到战争与贫穷的伤害之际 他保证愿意一同合作 努力缔造和平 及尊重所有人的尊严 他还回应了教宗方济各 及世界和平日文告的主题 有爱 表明对于那些 影响许多人的悲惨苦难 不能无动于衷 他说 和平是从天主而来的具体益处 我们能因着个别与共同的努力 对缔造和平有所贡献 为此他重申 必须一同努力 建造一个真正的和平文化 勇敢地回应那些 使人民和民族之间真正相处 陷入危险的挑战 还有其他能力 合得有很多 从尊与逆 在播放过某 练乎 懂得